大家好,今天我们看一期如何在深渊去刷abyssal demon 邪恶的恶魔 然后去获得一种叫ashes 灰那个东西 最近那个要求 最近对这个灰烬这个需求 因为死灵法说的刚出来 灰烬的需求比较高 我们可以穿一身这个死灵装备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你没有的话 这个死灵装备也是穿弓箭或者是其他的魔法装备 它都可以 然后推荐带一些吸血 如果力等级低的话 然后这个石头它可以回应祈祷值 或者带一瓶祈祷药水 带一点aggression这个药水 这个就防止有的时候你不想走动 直接喝一点这个药水 就把它那个怪吸过来 OK,它这个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点击这个edge valley传送过去 就在那个村庄那个地方 然后往北走 这边北边就是那个叫荒野 荒野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河这个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我们直接点击它teleport就可以进去 然后找一个位置 就可以一直在那afk的刷了 就是说有一个推荐是什么呢 就是说没有那个书 就是这本书没有的话 就tomb of ome这个新的这个死灵地亚船 这本书没用没有获得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带这个魔法纸 把这个这个灰镜在这个背包里面给它堆叠起来 如果有这个书的话 它这个底下描述是自动把你剪的灰给送到银行去了 当然我是用这个书是非常方便的 OK,我们现在就去测试一下一个小时到底能剪多少灰 首先要么先点击这个红衣服的这个人 法师传送到深渊 这就是深渊 我们找一块位置 这里我提前选了一个人比较少的一个线路 最好在这个深渊的这个西南角和这个东南角 这个左下角或者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地方这个怪比较集中 我们这里把这个吸血光环给它打开 这样基本上可以全程afk了 因为它等级也比较低 我们等级可以说是碾压嘛 对吧 最主要的就是 开这个吸血光环 我主要是为了计时 正好它是60分钟 到这个光环这个效果消失了以后 它肯定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对吧 中间我喝药水的话计时 可能有的时候我还不喝药水 就不太好计时 我的背包里面就带了一些之前说的简单一些东西 我还带了一个这个优沙笔 这个优沙笔它是可以是说在这个你的自己的这个屠杀这个地下上 有一个金字塔里面你可以把这些怪的这个魂吸五个 然后放一个那个放五个那个那个魂啊 放在你自己的这个屠杀地下城 如果你有有幸把这个五个这个魂罐子给它吸到的话 你以后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地下城里面那个房间去不断的去刷这个怪也没人抢啊 那个就比较方便 我之前只是吸了一个啊 这次我带了四个 我希望再来再能吸到啊 我给我们点击这个灰烬 它就自动送到银行里面去了 这里现在是最后一分钟啊 还有十几秒钟啊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光环效果 我肯定是计时了的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 现在没有了啊 我们把这个怪我们停止攻击 然后点击这个传送 回到这个战争后援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银行里面有多少灰啊 我给搜索Ashes是吧 我这里250058 我之前银行里面有252个啊 我还要把这个之前的去掉 然后先点击这个存存252 也就是我们是得到了1000 1000多是吧 把这个1000多放到Ashes 放到这个Price Checker里面 看一下它的价值 总共是4.1M啊 这个是它显示的当前的GE的这个价格 并不代表实时交易价格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它这个价格是有8倍啊 就是8000多一个灰 哇那你想一下 这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是32M 那一天10个小时300多M啊 不得了 这个灰我值得 做一期视频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死灵法术 很多回归玩家 它还没有回来玩 它肯定是需要这个灰的 你要么就是刷这个灰 要么就是去自己烧木头啊 那个烧木头太慢了 还有就是自己买 这肯定是自己去刷一堆 然后去卖一点 可以挂点小金 还是比较这个舒服的 好这个视频就讲到这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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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